大家好,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黑神話悟空 六個實用的非神針閃劍推薦 黑神話悟空一共有25個披掛閃劍擁有自己的獨門妙用 有的是在自己套裝裡給套裝效果錦上添花 有的是靠低爆率給白金玩家增加難度 而還有一些,因為無法升級到神針紅色品質也沒有套裝效果 基本上就躺在大部分玩家背包裡吃灰 今天就來盤點一下我心中的六個升不上神針紅色品質 但非常有用的閃劍單品 第一個,地零閃蓋 嗯,緩慢流失生命但大大提升久的生命恢復量 戴上後全身會長靈芝,審美非常的獨特 這個看起來是個玩具但它有個非常大的優點 就是能夠精準控學 遊戲裡比如焰火夜叉面、三清令、陰陽法衣 它需要你一定的血量才能夠觸發 那總不能次次都找個怪來打你吧 這時候就可以用地零閃蓋 一旦到你希望的血線 換上戰鬥用的頭罐就行 這裡我就是空到吃血 然後換上焰火夜叉面 放百目拍了鏡子回了點血 但仍然控制在40%以下 嗯,打了兩個三序,傷害很高,看得很爽 啪 第二個,長嘴臉 喝一口酒6秒內能夠增加20%的攻擊力 非常適合一些打蓄力中期前需要喝一口的流派 比如破影一雞流 葫蘆帶妙玉葫蘆 治療效果減半 蛋攻擊增加 龍膏酒增加下一次攻擊的攻擊力 泡酒物用12重樓膠給破影增加傷害 然後再帶三個胡捨力提高破影一雞打出暴擊的機率 嗯,這一口酒可以大大提升破影一雞的威力 這個時候再帶個長嘴臉就可以讓傷害更進一步 而且打巨型扇漆破影一雞的烏金套正好去個頭 感覺這個答案也太明顯了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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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個 白臉子 這是大家拿到的第一個閃鍵 當敵人生命值小於25%左右的時候 你對他的攻擊力提高15% 這是一個痛打落水狗的力氣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青雞第一下打 石母大概傷害在210左右浮動 石母生命值小於25%的時候再次打他 白臉子的面具眼睛會冒紅光 這裡快速暫停了一下 打之前的攻擊力是213 攻擊後變成紅眼 這個時候的攻擊力是245 攻擊力提升了15% 普攻第一下的傷害變成了在240左右浮動 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 尤其是很多怪血量越低越狂暴 這個時候你的攻擊力提高 對於快速結束的戰鬥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四個 三針縮衣 靜自覺喉系中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衣服用三針縮衣大勝腿 金貨用寵孝胃 針碗用定眼珠不求人雷火符 緩魂後定眼珠換成不求人 吃朝元高和意氣高 然後用藍葫蘆喝一口酒 酒裡面放三個胡捨立 拍了鏡子後把蟲效味換上不能 然後針網替換成三個貓金寶串和兩個壽與佛 這樣你會擁有80%的暴擊和200%的暴擊傷害 如果你開了傷害數字顯示 你會發現你打怪的時候幾乎招招暴擊 全是黃色的炸裂數字 這裡我用了五周末的妙音稍微掩飾了一下 第五個陰陽法醫 生命過半屬性為陽 暴擊率變成0 但增加20%的減傷 生命一半以下屬性為陰 提升暴擊率20% 但受到的傷害也增加30% 陰狀態情況下 如果用三針桌陰那一段裏的靜置喉吸 然後用地靈散蓋燒血到生命一半以下 配上三清令是可以常駐百分百暴擊的 但是打鬥中就比較危險 而生命一半以上 在一周末、二周末、牛魔套拿不到的情況下 可以很好的扛住傷害 我這裡出五周末的步擺也可以做到隨緣閃閃 隨便打打 非常的扛咒、非常的無腦 這樣 哎 第六個 閉眼禪 帶了閉眼禪之後 閃身的次數提升是非常明顯的 人人都能夠成為閃身高手 而閃身變得容易會讓場中有更多的殘影 所以實戰中可以考慮帶龍靈戰袍 給殘影增傷 並且給敵人掛上雷蛇 然後配上長鋒手腿 這樣不僅能在閃身中加棍死 甚至還有機率可以回一點點藍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大家平時都愛用什麼閃鍵呢? 歡迎評論區留言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